我们再来关心土耳其的强烈地震 土耳其灾害和应急管理局 星期四表示强震 已经造成土耳其36000多人身亡 而第一次地震发生以来 震区已经发生过4300多次的余震 震后的248个小时 卡赫拉曼马拉什一名17岁的少女 奇迹生还 土耳其强震救援工作进入第11天 在震中省份卡赫拉曼马拉什 被埋地下248个小时的17岁少女 厄尔梅兹奇迹生还 救援人员将她送上救护车后 激动拥抱庆祝 早前在哈塔伊省省会安塔基亚 13岁男童穆斯塔法 震后228小时从废墟之下获救 土耳其当局的损失评估报告显示 在南部受地震影响严重的11个省份 共有超过21万栋建筑严重受损 5万多栋建筑需要紧急拆除 灾区需要重建超过40万段住宅和工业建筑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6号发布报告称 两次强震造成的潜在经济影响 可能导致土耳其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损失高达1% 报告指 由于灾区重建工作将抵消强震 对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不利影响 因此这是一个合理的估计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6号抵达安卡拉 同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卢举行会面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本次地震是北约成立以来 成员国发生的最致命自然灾害 他并向土耳其人民质疑慰问 恰伍什奥卢对北约在阵后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 他还表示 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北约必要的行动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当天在社交媒体宣布将访问土耳其 表达巴基斯坦坚定不移的声援和支持 另外 美国国务院宣布 国务卿布林肯将在19号 到访位于土耳其镇区阿达纳的 印吉尔利克空军基地 视察美方为协调土耳其当局 应对强政破坏所做的努力 并在首都安卡拉 同土耳其官员会面 就继续提供政后援助展开讨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